第207集 方平捂着胸口剧烈咳嗽起来 我去 逗我呢 谭振平疯了吧 还让自己侄女加入社团 这世界怎么了 方平有些无力 我落伍了吗 现在都流行玩这个 再看看委屈万分的方圆 方平顺手捏着她的脸颊 边走边叹气道 哎 树大招风啊 是我的错 总之你放聪明点 别把这玩意当回事 明白吗 嗯 方平也懒得再说什么了 显然 圆平社忽然壮大 和自己关系很大 白锦山这些人 大概也觉得 是小孩子胡闹 没管这个 反而有点 推波助澜的意思在里面 自家和阳城纠缠得越深 越是离不开阳城 老爹当了副主任 说不定哪天就当副局长了 谁能说得清啊 方家在阳城扎了根 搬都搬不走 知道归知道 方平还是恶意满满 等哪天真出了三千女巫者 吓死你白锦山 让你们推不住了 17号和18号两天 中考终于结束 方平这两天 送人也只送到校外 很快便会离去 夜间 方平都会专心修炼战法 健身房老血喷了一地 差点没把打扫卫生的 李玉英吓死 等知道是方平修炼 李玉英满腹狐疑 修炼 喷这么多血 武者都是这么修炼的 方平也很无奈 血剑术就是这么炼的 他也没办法呀 吕凤柔其实没告诉他 或者说忘了告诉他 其实日常修炼 含口水 大体上炼炼也行 没必要天天吐血 污染环境 当然 这事方平不知道 知道了 得骂人 十八号下午 中考结束 当方圆伸手要礼物的时候 方平将一个大包 递给了他 满心欢喜的方圆 打开拎包的一刹那 有些怀疑人生 这就是大礼包 沮丧 不满 悲愤 种种情绪在这丫头脸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方平看着想笑 最终却是怅然若失 揉着他的脑袋道 这里面是战法的资料 基础战法有视频 可以修炼 我也写了一些修炼心得 你自己可以看看 不要当一个只有气血的舞者 戳脚是更高一级的战法 出城舞者 可以试着修炼 而另外两本战法 学会修炼方式 记得烧了 别胡乱修炼 等到有一天 达到了条件 可以尝试着去修炼 另外 报考五大的时候 可以报考男舞 也可以报考魔舞 考上了男舞 要是王金阳还在 可以找他帮忙 给你安排一位厉害点的导师 或者 干脆让他给你当导师 要是去了魔舞 我老师叫吕丰柔 另外 你哥还有个忘年娇 是学校后勤部的一位李老师 方平说着 忽然想起来 李老头叫啥名字 没纠结这个 方平笑道 去了魔舞的话 可以找他们 就说是我的妹妹 算了 遇到危险 再去找他们帮忙 没事就不找他们了 哥其实更希望 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生 可这世界 它就是那么残酷 哥 方元一脸不安道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 方平轻笑道 十五岁了 该长大了 我的妹妹不傻 很精明的一个小丫头 哥是舞者 舞者 明白吗 你既然知道哥杀人 那就要考虑到 有朝一日 哥也许 方平 方元眼睛微红 气恼道 你再说 我不理你了 傻丫头 别那么孩子气 方平轻笑道 你哥 我不是短命的虾 我给自己算个命 最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 可哥是鹿痴啊 我怕迷路 我怕找不到回家的路 手机打不通了 找不到家了 谁知道什么时候 可以回家 你是小大人了 要照顾好爸妈 等哥回来 战法一定要修炼啊 另外 我给你留了几个电话号码 当然 未必管用 人都是现实的 方平也不知道 留下那些号码 有没有用 一旦真的死在地窟 所有的价值都成空 武者 也是现实的一群人 好了 就说这么多了 哥还得赶回学校 有事要忙 哥 方圆喊了一声 拉着他的衣角 红着眼道 我不胡闹了 也不要礼物了 不走好不好 丫头骗子 老老实实修炼 下次回来 长得胖一点 越来越没手感了 哥 方平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提起木匣 迈步出门 边走边摆手道 不用送我 哥 方平开车离去 车后 方圆撕心裂肺地喊着 哥 早点回来 车中 方平轻叹一声 我也想早点回来 可是 万一呢 魔舞 十九号晚 唐风看着面前的众人 缓缓道 都和家人告别了吗 给自己留一封遗书 进了地窟 也许会很安全 也许 全军覆没 唐风 与其平静 很寻常的事 你们要做好准备 哪怕宗师 也不敢说自己进地窟 就是百分之百的安全 百分百可以回归 不过放心 就算真的在地窟陨落 学校会照顾好你们的家人 凡是下地窟的人类 不管被迫也好 无奈也罢 都是英雄 都是人类的脊梁 今晚 可以放肆一会 去点好吃的 喝点好喝的 明天打起精神 做好准备 一起去地窟 众人沉默 气氛有些凝重 唐风也不再多说 很快便离开了现场 他一走 人群中 傅昌顶大大咧咧道 说得多可怕似的 舞者嘛 迟早都得走这么一遭 我被舞者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地窟不是龙潭虎穴 多少舞者 在地窟成为中品 成为宗师啊 用得着你来安慰我们 赵磊轻哼一声 淡淡道 成为舞者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白痴 方平骂了一句 美好气道 或者不好吧 进了地窟 一群二品舞者 装什么大尾巴浪 都给我老实点 这一次 我们以熟悉环境为主 其他的 都给我放到一边去 我警告你们啊 遇到了危险 个人雇个人 别给我出现电视剧的脑残情景 遇到了不可敌的对手 一个个脑残似的往上冲 活一个算一个 也别给我跟傻子似的 来一句 我不走 我要留下来 脑残的事 我可不想看到出现在咱们身上 咱们是去杀敌 是去赚钱的 别跟我提别的 好了 都散了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方平一副队长的姿态 驱散了众人 众人也没说什么 方平实力最强 进了地窟 那就真的看实力的时候了 其他人一走 傅长顶笑咪咪道 方平 进了地窟 我这有份藏宝图 到时候咱俩盖一笔大的 方平持之以鼻 没好气道 捆蛋 地窟都是宝地 关键看你有没有实力 还藏宝图 你当我白痴 真要有宝贝 武者比蝗虫都厉害 还能留给你 而且地窟极大 遍地是宝 给你一个地窟深处的 能源矿位置 就算藏宝图吧 你进得去吗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再搭理这家伙 方平凑到了 陈芸汐身边 小声道 哎呀 你爷爷知道 你下地窟吗 嗯 知道 给你保命的玩意儿了吗 陈芸汐有些迷惑道 什么 就是 宗师卷轴之类的 卷轴 陈芸汐不太理解 摇头道 没有 那别的呢 方平 你问的好奇怪啊 别的什么呀 哎 方平无奈 举好直接道 你带了多少单要下地窟 挺多的 回命单多少 五颗 才五颗 方平不太满意 愤愤道 你也真小气 起码给你五十颗才对 哎 咱俩打个商量 遇到了麻烦和危险 你把身上单要都送我 如何 方平 陈芸汐还没回话 杨小曼有些气恼道 你别这么无耻好不好 方平皱眉道 认真的 送我 我保你们性命 他没提借的事 送才有财富值 真遇到了麻烦 这几个有钱的主 身上的单要不少 价值不低 送他 也许可以给他增加 好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财富值 有了这么多财富值 遇到不是那种 让人绝望的敌人 方平四连斩 斩特几百次 未必没有希望 杨小曼一脸愤愤 显然不太相信他 方平健壮也不再废话 一边往回走 一边说道 爱信不信 反正没有付出 我是不会为你们博命的 方平 你太现实了 死都不求你 杨小曼有些气恼地说了一句 方平要是不说送他东西 真要救了大家 他们肯定也会报答他 可现在方平说的这么现实 反而让人难受 方平文言也不吭声 你懂个屁 不现实点 哪来的资本救人 回到宿舍 时间已经很晚了 刚进门没多久 门就被敲响了 方平打开门 傅昌顶站在门外 笑眯眯道 喝一杯 说着提了提手中的酒瓶 不等方平回话 傅昌顶就挤了进来 自顾自地坐下 笑呵呵道 五者不酗酒 可我记得我爷爷他们 每次下地窟都会喝一点 今朝有酒 今朝醉 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啊 以前不懂 现在懂了 早上我父亲给我打了个电话 告诉我 我要是死在了地窟 他就给我生十个八个弟弟妹妹 以后给我报仇 你说都一把年纪了 还要生十个八个 我老爹是不是够不要脸的 方平笑了笑 从柜子里拿出了两个杯子 打去刀 怕就怕 你弟弟妹妹不是你妈生的 你老子故意找借口 把你流落在外面的弟弟妹妹 往家里带呢 滚蛋 我老子他不敢 他才三瓶巅峰 我妈四瓶 方平差点被呛死 什么情况 现在都是女人更强吗 我记得郭胜他妈 也比他爸强一些 你爸才三瓶 什么叫才三瓶啊 傅昌顶无语道 你以为中品经那么好进啊 我们未来十年 是五道经济最快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突飞猛进很正常 可到了后期就要靠时间打磨了 中品境不是那么好进入的 我觉得我下学期 可能就是中品舞者了 傅昌顶无言以对 这话我该如何反驳 没再废话 端起酒杯 傅昌顶一口闷了下去 接着就折舌道 哇 好难喝啊 他还以为酒很好喝的 这才发现 难喝的不要不要的 方平笑得不行 也轻敏一口 略有回味道 啊 好酒 很久没喝了 你喝光 你以为我跟你似的 愣头轻一个 说的你好像比我大多少似的 两人说着话 聊着天 方平也是第一次知道 傅昌顶家的情况 傅家 在京城也算是名门豪足了 他爷爷六品 没到巅峰 不过六品已经是强者 在京都五大 担任部门领导 方平有些惊讶 他第一次知道 傅昌顶爷爷居然是京都的导师 这小子不报考京武 反而报考了魔武 这算什么 五三代的叛逆 见方平惊讶 傅昌顶打着九格笑道 我算什么 我爷爷也才是老师 不是校长 副校长 这些他家才有意思呢 他爷爷是京南五大的校长 你知道吗 啥 京南五大呀 八校联盟之一的五大 他爷爷是校长 他都没报考京南五大 我报考魔武怎么了 我爷爷说了 我们这些人 死也别死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你根本不懂 很多导师的儿女啊 其实都不报考父辈所在的五大 你说要是有一天 你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站死了 多难受 你导师不就是如此 当初他女儿要不是在吴校长眼皮子底下 站死 说实话 未必会闹成现在这样 咱们也一样 死在了外校 比死在了自己亲人眼前强 方平一时间有些难以理解 却也能理解 宁愿后背死在别地 站死之后 哪怕再痛苦 也不会比亲人死在眼前更痛苦 好像有点道理 那是 傅昌顶晕乎乎的笑道 其实我小时候啊 我爷爷是反对我练武的 到了高中 我爷爷说不考武大 我不服气啊 凭什么呀 所有漂亮武 票可武大 还是和京武齐名的魔物 等到知道了帝库的事 忽然恍然大悟 怕我死了呢 可我觉得吧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朝温道夕死而可以 武道路多精彩 帝库也许更精彩 另一个事件 不同的事件 这辈子不走一遭 不去见识一下 哪真是死的都不甘心 方平清浊一杯 淡淡道 唉 活着比死了强 没人想死 我还想成为宗师呢 我爷爷没成 我得成宗师啊 可是 方平 我忽然有些怕了 我怕我真死了 你说 我会死吗 傅昌顶真的有些醉了 惆怅道 这么多二品武者 在这时候进底窟 本来就乱得很 遇到了危险 护不住啊 别说大狮子了 就是魔物导师 全部去了 真要遇到大战 也护不住咱们 那就努力活着 对 努力活着 傅昌顶再次喝了一杯 也没个菜 两个人就这么喝着 这一夜 不少地方都是如此 有人独自喝着闷酒 有人默默写着遗书 会死吗 不知道 可在成为舞者的那一天 在追到地窟的那一天 大家都明白 这是强者的命 没有不下地窟的强者 偌大的华国 乃至全世界 都没有不下地窟的强者 哪怕那些社会舞者 真到了那个境界 不去也不行 这是你的责任 也是你的义务 除非 你选择判离 选择加入邪教 方平也有些罪了 酒不罪人 人自罪 对于明日的地窟之行 方平忐忑中 又带着无限的期待